谈点漫威里那些跟原著漫画不一样的设定 设定一 在银河护卫队系列电影里 德拉克斯是一个搞笑的角色 他在电影里就曾贡献了不少名场面 在电影的设定里德拉克斯是一个外星人 他的家人全被接受灭霸指令的罗兰杀害 所以非常痛恨罗兰和灭霸 后来在山达尔新的监狱里和星爵等人相遇 并一起跃余之后就加入了银河护卫队 其实在漫画里 德拉克斯是一个名为亚瑟的人类 在一次和妻子外出的过程中 被灭霸的飞船袭击 他的妻子在这次事件中身亡 而亚瑟的灵魂却被灭霸的爷爷注入了一副新的躯体 并抹除了他过去的记忆 给了他一个以杀死灭霸为目的而活着的使命 设定二 在电影《钢铁侠》里 钢铁侠和小辣椒正式确认恋人关系 后来钢铁侠在蜘蛛侠英雄归来的结尾 正式向小辣椒求婚 在后续的故事中 二人生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并取名摩根什塔克 虽然钢铁侠最后在复连寺里牺牲了 不过相对于他和小辣椒的感情来讲 还是有了一个结局 但是其实在漫画里 钢铁侠和小辣椒并不是情侣 也没有结婚 二人只是偶尔会有一些亲密的行为而已 而且后来小辣椒还嫁给了哈皮 设定三 在电影里 初代仪人汉克皮姆博士 曾是神盾局的特工 他的妻子珍妮克范黛英 在他们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为了完成任务 缩小进入了量子领域 但是却被困其中没能回来 后来皮姆博士得知妻子还活着 就想尽办法将他救回 所以在电影的人物设定里 皮姆博士是非常爱着他的妻子和家庭的 但是其实在漫画里 皮姆博士是一个经常会对自己妻子家暴的角色 人送外号家暴侠 设定四 在电影《银河护卫队2》的一开始 就讲述了星爵母亲和父亲的故事 其中星爵的这个父亲 是漫威最古老的角色之一 活体行星天神一哥 所以电影里的星爵 是一个拥有着一半天神血统的角色 而在漫画里 星爵其实是斯巴达托一星的 统治者杰森·斯巴达克斯 和地球女子梅瑞迪斯奎尔的后代 也就是说漫画里的星爵 其实是斯巴达托一星的王子